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进我自己的地方还需要谁的同意吗 你这是要去哪儿 不用你管 去找高新雅 你的事我必须管 你凭什么呀 凭你的钱 还是凭你现在的身份啊 你现在给我搞清楚了 在这里做主的人是我不是你 凭我是你的妻子 宽泽 我们是夫妻 钱可以是你的 陶氏也可以是你的 我什么都可以不在乎 我只要你 只要你陪在我的身边 你现在知道是我的妻子了 你现在知道尊重我了 你现在知道要听我的话了 一千万了 以前是我不懂得珍惜 可是我现在知道了 我已经厌倦了 又是因为高新雅 关泽 我跟你说了 她已经结婚了 她有了爱她的丈夫 她不可能再真心对你了 即使她同意跟你在一起 也只是因为你的钱 那我也愿意 陶氏 陶氏啊 可能是我以前说的话 让你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从一开始啊 我就没有爱过你 现在集团是我说了算了 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 我会考虑把那个杂志社留给你 谢谢啊 怎么啦 今天你不躲躲藏藏了啦 你不是说会放弃这里的一切 咱们俩去国外生活吗 反正都要离开了 他们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 你真这么决定了 你不相信我 我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 反正现在也有这么好的机会 摆在我面前 我为什么不珍惜呢 好 那咱俩今天回去好好地庆祝一下 我们重新开始 好啊 自拍摄影 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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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 补运 莉运 补运 我怎么可能是有一颗都是包食物 这也终起来 我们就在哪里要做的 哦 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呢 让我 rit他 这么快就洗完了 老百看 你在干嘛呢 没干嘛 没 什么都没 什么东西给我看看 手拿的是什么 你想在车里面找到什么呀 钟嘉诚的协议 还是我的把柄啊 我知道 你是故意诬陷钟嘉诚的 你利用他合同上的疏忽 捏造了他泄密的证据 看来你知道不少啊 为钟嘉诚你真的是做了很多事情啊 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现在手里有钟嘉诚的把柄 而你们有没有证据来证明他是无辜的呀 关泽 你觉得我回到你身边 我们俩就能幸福吗 像你这样的人 你永远都不会感到满足的 从一开始你就在欺骗我对吗 你一直在跟我演戏呀 高兴阳 我可以把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跟你分享 你却为了另一个男人一直在骗我 我告诉你 我对你早就死心了 你越是缠着我 我就越是讨厌你 你干什么你啊 高兴阳 我关泽要的东西 就一定要得到 高兴阳 我一定会让朱家诚失败凌链的 听光大处理说他下午在这儿定人间酒店 咱俩先去看一下 好 金颜 你有没有伤到哪儿 我 我没事 你有没有受伤 你有没有伤到哪里啊 没有 没有 我没事 你确定你没事啊 谢谢啊 谢谢啊 我本来 我本来是想看看 能不能在观测重要的文件里面 找到他诬陷加成的证据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被他发现了 我就说你乱来嘛 你以为你是女特工啊 深入敌音窃取情报呢你 我一听他说不会放过家诚 我就乱了 如果我能帮你找到那份证据 你们能为我做什么 我们可以帮你重新获得尊严和自信 碧秀不是一直宣传的就是女性的自信和自强吗 像你这么能干又漂亮的女继承人 原本就是她的形象代表啊 观测既然抢走了你的一切 又不把你放在眼里 你为什么不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碧秀原本就是你的呀 后期我站出来 结局就是一无所有 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呢 你有陶家的人脉 信誉这些无形的资本 不一定就会有很坏的结果呀 最重要的是 你有了面对自己的勇气 我们都被观测骗过 我真的不希望 你再继续在她的阴影下生活 难道你自己不想走出来吗 大家都知道 我原本啊 是这个集团里面一个普普通通的职员 因为跟陶青的缘分 上一任董事长对我的厚爱 我成为了陶氏家族的一员 今天来的人啊 都跟我合作过 正是因为你们对我的宽容和帮助 才有的我和我们集团 在这一年里顺顺利利的走到了今天 所以 我特别感谢在场诸位 对我关泽的支持 谢谢 关总青年台阶也太谦虚了 有这样的合作方 我们放心啊 谢谢谢谢 在这里啊 在这里特别要感谢一个人 她就是我的妻子 陶青 没有她 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就没有我关泽今天能站在这里跟大家讲话 是她 给了我一个新的世界 她给了你新世界 你又给了她什么呢 秦姐 你真会开玩笑啊 我当然是把我所有的感情 给我的妻子了 你是把你所有的感情 给了别的女人吧 你这种回报的方式 还真的是特别啊 不知道啊 你敢胡说八道拆我的台 怎么了 难道你也想威胁我吗 我既没有伪造文件诬陷别人 也没有背着自己的老婆在外面搞婚外情 更没有拉帮结派 背叛新任自己的妻子和家族企业 我看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 保安 把她给我请出去 你敢否论我刚刚说的一切吗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做的一切啊 我可以 我可以证明 陶氏旗下子公司 在两个月前的收购没有任何问题 关泽假造证据诬陷 显要诬陷别人泄露机密 这是我拿到的收购记录 真的是谁啊 陶氏旗下子 陶氏旗下子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从你跟我说 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从你跟我说你心里只有另一个女人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期待这一天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些啊 我的心里永远就只有你一个人 我永远就爱着你啊 是吗 好像就在不久前 你在刚刚对我说过这句话 这 大家要听一下吗 这 关总 要听一下吗 还有露音呢 快听 不经历的姚骚律师之招 在这一行啊 他都会身败冬练 陶氏华月圈可以拯救他的责任 要求赔偿 这种赔偿 恐怕是他亲家当真都玩不起他 不行 你应该考虑清楚 他还能给你什么保证 反而是 只有我能弥补你失去的一切啊 陶氏家的产业 全在我的掌握之中 跟他好多久都是我们说了算 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们重新开始 我分分钟给他离婚 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呢 我跟陶氏在一起 只是为了巴掌 我的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啊 真没看过 大家都听见了吧 关总 还需要再听一遍吗 欣雅 你们 你们一起合伙出来整我对不对 错了 是联合起来揭穿你 各位 我陶氏今天在这里宣布 我决定与关泽离婚 今后陶氏企业关泽所负责的所有产业 将由我重新接受 可能接下来陶氏会面临很大的变动 可是不管结局怎样 我仍要感谢大家 我仍要感谢大家这些年来与我陶氏的合作 谢谢 没错 关泽 你以为抓住人的软肋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你太小看女人了 也太高估你自己了 今天这场答谢会 就当做是你的送别会 高新雅和陶氏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他们是不会陪你的 走吧 走吧